苏里南共和国总统善多吉于4月11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接下来我们走进苏里南的农业技术合作中心 看看那里的中苏合作 2023年中国援助苏里南农业技术合作中心的首期培训班是正式的开班 那么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100名普通的苏里南农民 接触到引进自中国的优质果蔬品种 也学到了大量先进的农业技术知识 这座农业技术合作中心位于苏里南首都帕拉玛里伯以西60公里的一个小镇附近 当记者乘车赶到这里时 在大门外的田里看到30多位学员正在听着中国专家有关新品种五子西瓜的介绍 专家表示之所以引进这个品种 不仅是因为它的产量高以及培育技术容易掌握 也是因为它成熟时的个头比一般的西瓜要大不少 更受苏里南家庭的欢迎 由于培训的内容注重实用性 所以学员们在课堂上的表现也非常踊跃 有学员表示中国的专家不仅经验丰富 而且也注重与苏里南的实际情况进行结合 他们所传授的知识方法和技能让自己能够学以致用 这棵林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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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棵林 那棵林的棵林的棵林的棵林 是不太好似的棵林的棵林 因为我供应的棵林的棵林 因为我给他们带了之前 他们愿意特别的棵林的棵林 它已经肯定了更多棵林的棵林